亲人往生满一周年 是否要做法事 那就看你自己了 如果你觉得对亲人应当帮助他 纪念他 是应该要做 不但这个做事 对自己亲人有帮助 提倡孝道 做给别人看 不要说一年 十年也要做 二十年也要做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世间人不懂得孝道了 你做事来上阔 是来普度众生的 你说这个意义多大 我们每一年 我们九楼共的是万心祖心 每一年的时候 我们都有两次来祭祀 祖先距离我们远了 千辈年前的老祖宗 我们还是这么样尊重 还是念念不忘在纪念 眼前的父母 哪有不孝顺的道理 所以中国这个民族 我一系到今天还没有被淘汰 我自己常常在江西里的说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记住 孝道 家家家都有祠堂 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时间来祭祷 那么现在虽然没有祠堂了 每一个人家祠堂都没有了 我回到老家祠堂也不见了 连那个祠堂房子都没有了 那么现在我们是全国每一个族 我们共同建一个祠堂 我们叫纪念堂 现在我们才晓得 以前我以为中国姓氏 只有一两千个 现在才晓得 有两万两千多个姓氏 你看这么大的族群 那国家这么大的族群 不简单 不容易 所以我们建一个祠堂 希望将来每一个县都有一个万仙祖先纪念堂 由这个地方首长来主祭 每一个县是他一个代表 来培计 提倡孝道 提倡孝道的结果 明德归后 圣宗追缘 明德归后 我们让每一个人的德行厚道 这是重要的教育 根本的教育 第二个是季孔 你看每一个现世都有孔庙 有祠堂有孔庙 季孔是季老师 孝亲尊师 要靠这个形式来表现 第三个是城隍庙 你可不要以为那是迷信 那你就错了 城隍庙里就教什么东西 教你因果报应 你做善一定有善果 你做卧一定有卧报 所以我上一次在北京 访问中国天主教的领袖 傅天山大主教 我跟他谈得很投机 我们很多想法看法都一致 我告诉他 一个城隍庙 至少可以抵得一万个警察 他听懂 有道理 确实一个城隍庙做的 许多人不敢犯罪 怕因果报应 你城隍庙没有了 胡作妄为 什么事情他都敢做 一万个警察 一天忙到晚都安抚不了 都没有办法把治安做好 一个城隍庙可以做好 中国从前的帝王 比现在人聪明多了 真正收到效果 前年 前年书展的时候 我也去参观 那个时候 那个成郎老先生在 成郎就是我们一同去参观 在那边吃饭 他就跟我谈起来 他是四川人 他说从前四川神庙很多 犯罪率很少 现在这些神庙都被破坏了 犯罪率不断在增加 这个话意义深长 所以现在城隍庙 当然了 国家政策是很不容易恢复 可是我们想了一个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画这个地狱变相图 地狱变相图是城隍庙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叫尸王殿 我是很小时候 五六岁的时候 母亲到城隍庙烧香 都带我去看了 印象非常深刻 确确实实一生不敢做坏事 常常想到城隍庙里头那些树像 你就晓得它影响一个人多深 所以我请这个江一子居士 画这个地狱变相图 这个图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应该很快可以流通了 那么希望将来 我们佛教每一个道场都有一幅 能够有地方挂了 当然更好 这图太长了 它是有26公分高 高是不高 大概这么高的差不多 有60米长 所以要摆在我们这里 这个大可能这里一圈 整个一圈 还不晓得能不能放得下 60米长 所以是很大幅的 可是我们已经做成光碟 做成光碟好啊 有说明 有讲解 在家里的时候 打开电视机的时候 可以放一家人都可以看 常常看有好处啊 这样一来呢 把成光碟搬到家里来了 这个比什么都好 比从前的办法好多了 所以这个地狱变相图 这个光碟 你看成本又便宜 一片 大概好像只有几块钱 我都不清楚 很便宜 大量流通 所以没有了个成光碟的建筑 成光碟的内涵啊 精神呢 已经都搬到家里来了 这个比什么都好 所以这个很重要 知道就是祭祀 我们的祖先 祭祀父母 或者是家庆眷属 不但这个亡人等于 对于社会教育 是非常大的贡献 这个功德有量不别